各位亲爱的同学,今天我打算分享的是 Quadratic Function and Quadratic Equation 这个是FORM4的TOPIC,我们一起来看吧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题 Y equals6x-8-2x² Y equalsA X plusP² plusQ Q和P是公导的 见到the coordinates of 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means maximum point or minimum point and the equation of axis of symmetry 所以当你们看到Quadratic Function它叫你找那个转类点 我们的转类点就是那个N shape和那个U shape 如果是N shape 那个点呢 最高点是Maximum Point 如果是U shape 你想到一个U shape就好像一个碗这样 它有一个最低点 对不对 所以Minimum Point 所以你看到这种题目呢 一般上我们都是可以用DyDx也可以用Completing the square 但是因为这个是Form4的题目 所以Form4的学生还没有学到Differentiation 所以我还是觉得用这个Completing the square来做会比较适合 所以要Completing the square首先你的A A就是那个X square前面那个数字叫E 所以你就把-2抽出来先 要很小心 当你Factorize你的-2的时候 剩下的里面呢 那个符号是跟原本的那个题目相反的 所以如果刚才是-X square 现在就变成Positive X square 那加3就-3x -4变加4 你这样抽出来了 过后你试试看expand会不会拿到才做 那过后呢你就开始要加一项东西 然后减一项东西 那你所加那项东西就是一半的B 一半的B B就是那个X前面那个数字 为什么要加一半的B 因为当你expand的时候 你是不是乘2 对不对 所以Completing the square其实是相反的 它是expansion的反义词 所以你就除为2 除2 就减3除2 然后那B is square 加上去 然后减出来 减3 over 2 square 那过后你就可以把它写成perfect square了 你所加的是减3 over 2 你就写 Bracket X减3 over 2 square 就是perfect square了 然后后面那个记得 你每次square的时候 它是positive的 所以那个减还有在的 所以到最后呢 你会觉得 你的答案呢 必须simplify到最减4 就是我们要有两项 什么是两项 两项就是说 前面那个好像火车头这样 它是一个square的 就是减2乘x减3 over 2 square 整项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 我们的a乘x加p2 perfect square 我们要有一个perfect square 一定要做到一个perfect square 后面还有一个数字 还要有一个数字 所以我每次讲 你们要做到两项东西 perfect square加一个数字 那过后呢 你就给那个perfect square等于0 找出你的x 那个x就是axis of symmetry 那后面那个呢 就直接读出来的 那个就是你的y的数字 底部最低是低一值 如果 build a Sing of sister a 的双 最低 就是高相比 所以柑道正如是这样而来的 就是说,你把把积极个数据 成为一个型位下面的完整 调为一个数字 这样才可以有两种项目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读出来 甚至你可以读它的点 就是3 over 2和减7 over 2 那个X呢 它是你读出来的时候 跟那个bracket那个符号是相反的 可是那个Y可以直接拿来用 所以那个Y的符号还是保持一样的 明白吗 OK 所以你要常常做 做多了 你就看到它的 pattern是这样的 OK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呢是quadratic equation 它给你alpha和2alpha是roots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alpha beta 可是这里它是给alpha和2alpha 所以等一下你就可以加起来了 所以还给你一个quadratic equation 所以你就把它重组成general form 每一次看到quadratic equation 就是重组成三项 读出它的a,b,c a呢就是x2前面的数字就是e b就是x前面的数字 然后c就是最后那个减p 所以我们就拿两个root加起来 sum of the root 我们讲so 就减boa 记得哈 减boa 有一个减 这个公司没有给的 所以b是减3 所以减减3变成加3了 3alpha等于3 所以你很快可以找出你的alpha了 对不对 alpha是e 过后你就找product of the root product就是成 两个root拿来相成 就是alpha和alpha成起来 就拿到2alpha2等于减p so刚才你已经找到alpha了 对吗 所以你带进去咯 do乘alpha就是1square等于减p so减p等于do so p等于减2 这样解出来 so应该不会难吧 so如果你常常做 sum of the root 是等于减b over a product of the root是c over a so p是等于减2 ok吗 这个是form4的 如果你忘记了呢 你就快快把它记起来 ok 这一题是hots的 capots的一点hots的 question so他讲amir has a rectangular cardboard with the dimension 3x meter in length and then 2x meter in width so你想看有一个长方形 你可以画出来 因为你画出来 你才会细思考 怎样算它的那个面积 因为这边他有讲到 那个 呃 surface 有讲到 有时候那个surface 就是告诉你那个面积 ok 还有他有讲 这个 呃 那个 他把柠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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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对吗 他手给的 so它是一个hots的题目 so一般上我们画出来 so长方形呢 长成宽是3x乘2x 然后呢 我们要把那个square 那个square的面积是x乘x so其实是你找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减掉这个square的面积 然后呢 at least大锅等于xsquare加4 那过后那个hots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回来普通的数学的解法 其实hots呢 其实是在你明白那个题目的过程 你拿到的那些重要的那个information 如果你拿对的就做对 拿错呢 就做错 so还是要很花时间去明白那个题目先 so area of rectangle 就是3x 就是6xsquare ok找了 过后呢 area of the square 是xsquare so你看到题目讲的 area of the remaining ok remaining is at least so我们就拿来相解 at least就是大锅等于 多少它给你的就是 你看题目已经给你的 你就抄下来 xsquare加4 那过后呢 那我们就回来我们的普通的解法了 ok 啊 就把全部的xsquare 还有减次搬去一边 然后右边要零 但是这个是quadratic function 你不要给它等于零 4xsquare 5quad minus 4 more than equal zero 然后那个4呢 要factorize 每一次你们解认了一个quadratic equation 或者是function都要simplify先才factorize simplify先才factorize ok 然后呢 你就用perfect square xsquare-1square 就是x加1 x-1大锅等于零对不对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quadratic function的解法 就是你要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出来 把小的数字写在左边 大的写在右边 然后呢 你可以放加-加 过后呢 放了加-加 你就可以找出你所要的那个部分了 那个加-加 其实当你要看加-加 你就看那个 那个inequality 那个符号 是大锅 大锅就是加咯 所以我们要上面那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我们的function function其实是指y 你看到function就是y的 y positive 当然是在上面啦 so 当y在positive的时候 你的x是多少 在哪里到哪里 这个是题目所要的 哪里到哪里就是一个range so你的x当然是去右边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嘛 这样多数字 12345678 你要写到1000 没有办法 所以你用inequality so我们叫range so x呢 必须大锅等于 小锅等于-1 大锅等于-1 它这边好像是已经完整的三项都已经是属于general form 它讲这个curve呢 interset 你看到吗我画出来 interset就是它呢 那条直线切在那个区线 所以有两个x值 当你解出来你会找到两个x值 so在两个x值 在这一个topic我们就讲它有两个 roots 它如果切在两个点就是两个 roots 因为你会找到两个x 如果它讲touches tangent touches 就是动到一点罢了 那个就是b²-4ac等于0 如果它切两点就是b²-4ac大于0 如果完全没有动到就是b²-4ac小于0 所以要记起来 so过后呢 我们就带进去 为什么我们要带进去呢 因为有两条线交叉 交加 interset 你一看到interset 在admax 一看到interset就是 simultaneous 就是两个equation要相等 或者是带那个 一条线进入一条另外一条曲线 substitution OK interset 就是substitute substitute了过后呢 你就重组你的quadratic equation 重组到你的quadratic equation呢 是有三项东西 OK 如果它有x² 有p² 有-2² 你必须要把x²筹出来 才读那个x²前面那个数字是p-2 然后你的b是-5 然后你的c是2 然后你才用b²-4ac大于0 你为什么大于0 因为那条直线呢 interset 跟那条曲线交叉 在两点 有两个x值 那过后呢 你就带进去咯 你把它 那个abc带进去 你很细心的解出来 你就会找到你的答案 那个bp你搬去右边 所以你的符号 不需要对换 不需要调换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成 或者是除一个negative的数值 所以到最后呢 你的8p是小以41 也就是p呢 是小以41 over 8 所以你可以写成小数点 5点多 5点13 13多 都可以接受 OK 但是我觉得会比较理想 如果你给四个significant figure 或者是fraction OK好 来我们看这一题呢 这一题是quadratic equation OK 它给你这样子 你就要expand 然后你要重组到general form h和3k是数字constant so x2-10x-h3k等于0 检查先 然后它讲2equal root so你看到 equal就是b2-4a是equal0 这样子 记得哈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b2-4ac等于0 那你就读出你的a是1咯 你的b是减4咯 你的c是-h加3k 那你就带进去咯 带进去b2-4ac等于0 so 减4square 记得放过号 因为不放过号 你会忘记那个 减4变成positive OK等于0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难解出来 你就慢慢 减4square是16 然后减4乘1先 so 减4乘减-h 减减就加4h 然后上次乘 减4再乘3k ok so它要express什么做头 那你就把全部的东西没有关系到h 就搬去另外一边 那还有4也要搬过去 它要做头嘛 它要一个自己单独一个站在一边 这个叫express h in terms of k 明白吗 所以到最后呢 你的答案呢 可以有h等于什么k 可以有数字 可以加可以解 但是必须要有k 明白齁 这个叫in terms ok啦 我们再来看这一题呢 它给你一条曲线 这个叫quadratic graph 它是u shape so它讲state the range of values of x when fx is 什么啊 when fx is negative 就是那个function 小以0啦 我们看到nexative so你就写fx less than zero ok 你看到吗 你看到那个fx是指什么 是指y 你就在那边那个y 跟着那条 那个曲线的每一点都有y值 对不对 so如果y小以0 当然是x是从-3到5之间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3的时候 它2y是0 可是在-2的时候 那个y是在下面 在0的时候也是在下面 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题 3x2-px 加p 加2 等于0 那讲alpha square 加beta square 是15 over9 那叫你找什么呢 叫你找p值 find the value of p so一般上这种题目呢 开始的时候就写a等于3 b呢 就是x前面的数字-p c就是p加2 然后呢 你的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 它已经给你了 so我们有一个公式 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 是alpha加beta square so这个是一个公式来的 其实你可以自己expand出来的 明白吗 ok过后你就带进去 然后你带进去的时候呢 你就看题目它给你是15 over9 对不对 你就带进去 15 over9 那现在我们就想办法 就先找我们的alpha加beta 先是减 减 减toe alpha beta是减 alpha beta是p加2除以3是coa 没有减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进去 就可以了 ok 你只要找你的alpha加beta 是什么 你找你的alpha beta是什么 过后呢 你全部带进去 你就解出来了 ok 明白吗 so我们就带进去 就是15 over9 因为它已经给你了嘛 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是15 over9 我知道很多同学 会问我那个alpha square加beta square等于alpha加beta square 减的alpha beta是怎样来的 ok 你们这样子 你们拿一张纸出来 你写alpha加beta 乘alpha加beta 你就乘 慢慢乘出来 你就看到了 ok 现在哦 你就带进去 带了进去过后呢 你要很小心 因为它有square 它有square在那个括号那边 so你要很小心 so15 over9等于 这个p over3 square 然后呢 减掉2乘p加2除3 so 呃 现在哦 你这个p square呢 呃 除以9 是因为你的p over3 整降square嘛 然后减2p加2除3 ok 等于15 over9 等于15 over9 所以你们就慢慢去 simplify它 ok 那你必须要给它通分母 ok 或者是你们每一项乘9 每一项乘9 每一项乘9会比较好 ok 每一项乘9 到最后你会得到最简单的那个quadratic equation 是15等于 p square 减6p 减12 然后呢再继续下去p square 减6p 减27等于0 ok 然后你就用你的计算机factorize 就p加3p减9等于0 那你的p呢就可以找出来是9和减3 ok so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如果它不要negative 你就拒绝掉negative ok 那接下来这一题呢 是很popular的在exam 尤其是在max 他很喜欢出这种题目max form4 ok 现在max form4 很多topic是additionalmax form5 so你看到哦 它有一个perfect square 你直接拿那个perfect square等于0 你就会拿到你的x的最高点了 那个x等于4 可是它已经给你了 那你的p呢就可以直接读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是perfect square加上一个数字 如果它是一个perfect square加上一个数字 那那个最高点的y 直接读出来就是p是等于 10 你可以相等 ok 这个是一个定律来的 你要明白它 然后接受它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它要你找p 已经找出来了 所以只有2分 因为它根本都没有那个什么working marks 根本都没有算草 所以接下来可能你要找那个a 如果你要找a 你就把那个06那个点带进去你的equation 06就是你的y y就是function function 是6 你就带进去 然后x呢你就带0 因为在06嘛 所以你就解出来 所以你就6 6等于a乘 减4 减4 square是16 16a ok 16a等于 减4才对 所以你的答案到最后你的a是等于减4分之1 所以maximum point呢是x减4 然后呢那个等于0 就是x等于4 然后那个a等于减4分之1 那这个答案呢就是要求你找a等于减4分之1 所以你必须把那个06带进去 所以x减4等于0 x等于4找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就看题目到底要什么呢 他要你找q已经找出来了 他要你找p已经找出来的 因为你的q是等于p是等于10 那你也是找出那个a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完成了这一题 quadratic function 所以每次你们做quadratic function 你就注意看它是不是perfect square加上一个数字 这样子 那个perfect square给它等于0 找出你的x 那个x等于什么数字 就是你的axis of symmetry 也就是你的那个maximum point 或者是minimum point的x值 ok到最后呢我们就再做一次 我怎样找这个a 我就把这个6带进去 你看你的graph那边有06对吗 ok因为有些同学他们其实不会找这个a so把那个yintercept带进去 就是y是6 y是6 a 那这个x0减4square加10 so呢那个6减10是减4 so a是减4分之1 so maximum point 是这个4和10 然后a呢是减4分之1 可以明白吗 ok没有问题 ok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答案呢是 到最后呢我就再重新写过给你在一个perfect square 在一个quadratic function 你必须要有一个perfect square加上一个数字 ok 那好了这一题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另外一题 so这一题是quadratic function so我相信你们看了我的youtube 你会觉得你对这个quadratic function呢 会更加有信心 ok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会继续再upload一些关于form4的video 希望能够帮助你们 ok复习form4的sylibus 祝你们考试顺利 身体健康 永远青春美丽 拜拜 再见